不研磨的四药克力机能不能用呢? 今天呢,还是老规矩给咱们养殖库试机 结果呢,就发现了 变速箱漏油 而且呢,不是单纯的这些缝隙漏油 如果是缝隙漏油的话 用密封胶就可以了 是这个密封穿漏油 这样的话就比较麻烦了 等会儿啊,我还得让工人啊 把这个密封圈拆下来 重新安装上去 才能解决这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所以呢,这台机器啊 就算是 白研磨了 然后呢,这个 已经重新又研磨了一台 同样呢,是给咱们广东 和园的曾老板 曾大哥,已经研磨好的一台机器 顺便呢,今天 有一位特别的 这个粉丝啊,寄来了一袋 这个祖传的秘方 然后让我给它压一点颗粒给它寄过去 这个大哥之前是让我给它寄了一袋这个 用玉米粒,用麸皮 然后压制的颗粒给它寄过去 大哥看这个效果挺好的 然后就选了一台这个160 又来了一个 这个更厉害 自己配好料了 让我给它压制 然后呢 咱们看一下它这个什么料啊 全是粉料 还有一些玉米 这好像有粉 有麸皮 这是什么 米糠 等会咱问一下这个大哥 这里面 他这个祖传秘方 能不能外传 然后给咱们粉丝分享一下 还有这么大块 这是啥啊 哇塞 这好像不能用吧 这个 还是发酵的东西 好 就这么多吧 然后给大哥试一下料啊 咱们也一起来看一下 这么粉的 像面粉一样 这种料啊 它压制颗粒的时候 会不会伴随的粉料比较多 这是之前压好的 三毫米的颗粒 这是我用玉米粒加麸皮 大家想看的话 可以点开我上一期的视频 可以看一下 今天呢 咱们就这个祖传秘方来试一下 开机啊 这个是用来养鸡的 哇 这效果特别好啊 晶莹剔透的 看一下这个光泽度 非常漂亮啊 这是四毫米的颗粒 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啊 咖啡色的 哇 效果非常好 而且几乎没有什么粉料 这么细的料 这么粉的料 出来的都是完整的颗粒 几乎没有粉料 可以看一下 几乎没有粉料 刚才声音有点响啊 不过相对来说啊 咱们大家刚才听我 说话的声音应该是还是很清楚的 说明机器运行还是非常平稳的 可以看一下 这是四毫米的 这是祖传秘方 用来养鸡的 这大哥家的鸡啊 我跟你说 本来都是散养的 本来都是散养的 现在用颗粒 撒到地里 用来养鸡了 这效果非常好 然后咱们对比一下这个 我之前用那台 旁边那台压制的这个 这台是三毫米的 是给另外一个大哥 已经研磨好 四毫料的机器 咱们看一下 他这个机器 两种料都对比 这是四毫米的 这是三毫米的 无论是三毫米还是四毫米的 我觉得啊 都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呢 有利于消化 促进消化 提高这个采质量 好了 喜欢我视频 给小哥点个关注啊 记得 小哥这儿啊 都是爷们好的机器 保证您回去好用